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 地铁是必不可少的 它可以解决地面拥堵带来的不便 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让你往返于市区和郊区之间 甚至当僵尸末日来袭之际 乘坐地铁逃往郊区避难 也是一种比较安全和快捷的方式 那么在病毒爆发的幻球式地铁中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想知道的话 就让我们从生化危机爆发资料2 软肋中来一探究竟吧 黄昏时刻街道上到处都是游荡的行尸 吉姆快速奔跑在街道上 躲避无数形式的围堵 然后禁止跑到了幻球式地铁站中 刚到地铁站后 吉姆就运气爆棚 很快在楼梯旁的一个武器箱中 捡到了一把手枪 吉姆 全称吉姆查普曼 幻球式地铁的一名员工 性格憨厚老实乐于助人 发现新同事瑞奇不适应工作时 总会安慰和帮助他 但同时比较胆小怕事 还很啰嗦 所以有些人并不喜欢他 接着吉姆穿越东部检票口 来到地铁东部广场 但可能由于尿急 吉姆打算先上个厕所 再继续逃亡 但在中央的坑位中 吉姆发现了死在坑位上的 同事瑞奇的尸体 翻开他的口袋后 找到了他的日记本 上面说瑞奇讨厌工作到很晚 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怕黑 但吉姆经常安慰他 说反正在地下工作 天黑天亮都一样 有一天 当他在检查隧道的时候 一个特别大的虫子跳了出来 咬到了他的脖子后面 然后伤口就开始肿胀发痒 后来他的文字透露着狂躁 说他发现地铁站 怎么会这么黑 还说要杀了所有的虫子 甚至说虫子就在他的脑子里 可能瑞奇被变异的臭虫咬伤后 感染了T病毒 迫于精神压力在厕所自杀 也有可能是变异臭虫 把卵铲在了瑞奇头部 导致瑞奇精神失常 最后又从破开瑞奇的颈部 导致瑞奇的死亡吧 在告别了悲惨的瑞奇后 吉姆来到所住的员工通道门口 用自己随身携带的钥匙 进入了员工通道 接着进入了南厕所 找到了一个日记本 上面写着暗语 说员工休息室家具太老了 真的需要一个新的桌子 然后吉姆来到员工休息室 突然一个事变的同事冲了进来 吉姆无奈只能杀死昔日的同事 然后来到一个有密码的更衣柜前 输入了之前南厕所看到的暗语 打开了更衣柜 找到了员工通道二层的钥匙 之后吉姆利用员工通道二层的钥匙 来到二层的紧急电源室 在设备架找到了一个马格南左轮 然后到控制面板前 启动了紧急电源 临走时还顺走了一个阀门 然后吉姆路过员工通道二层的底层 这里到处都是积水 根本看不清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吉姆觉得很不安全 于是打算解决掉这里的积水 探过积水吉姆来到水泵房 放入之前紧急电源室 顺道的阀门 接着水泵开始工作 抽空了员工通道的积水 然后开门出去后 在地上吉姆捡到了一个 幻熊式地铁创始人的徽章 接着吉姆回到东部广场 走下楼梯来到站台 走到猎杀旁时 突然一个变异臭虫跳了出来 挡住了吉姆的去路 吉姆觉得臭虫问题不大 不想浪费子弹 就没搭理他 之后吉姆在车头和车尾的衔接处 放入了抽水后 在地面捡到的创始人徽章 发现并没有启动什么机关 然后吉姆进入车头 在座位找到一把突击步枪 于是吉姆打算出来 拿刚才碰到的变异臭虫 给突击步枪开光 突然远方隧道传来地铁的穿梭声 一辆攒满幸存者的地铁 正要通过这里驶向幻形式郊区 但由于车速过快 吉姆未能把隧道坍塌的问题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一头撞在了坍塌的混泥土上 更不幸的是撞击导致燃油泄漏 接着熊熊大火包围了出事的地铁车厢 由于地铁水泵房发生故障 没有及时维修 所以导致地铁消防喷头失效 无法灭火 为了及时抢救失事列车上的幸存者 吉姆回到员工通道一层的断路器控制面板前 重新分配好电力 解开仓库的电子锁 然后来到仓库拿到修补胶带 回到二层的水泵房 把消防水管的裂痕修补上 解决了地铁消防喷头的供水问题 即使在消防喷头卖力的喷散后 最终控制住了失事车厢的火焰 但在车厢旁已经听不见任何幸存者的声音了 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已经为时已晚 不过吉姆却意外的在失事车厢旁 捡到了另一个创始人的徽章 有了这个就可以将左侧地铁车厢的车头 和被坍塌压住的车尾分离 或许这样可以驾驶车头逃出生天 说干就干 吉姆立即跑到左侧地铁的车头车尾衔接处 把另一个创始人徽章放入了接口中 地铁车头就与坍塌的车尾部分分离开来 然后吉姆立即跑到车头 来到操作室 启动车头的电源 设置好出发的程序 正当吉姆打算坐下来放松一下 为接下来逃亡做准备时 突然一只超级巨大的变异臭虫砸碎了玻璃 将吉姆敲昏并掳走 一般感染体病毒的怪物在得到猎物后 会将猎物生吃 而把猎物带走 往往是用来在他们体内产卵繁殖幼崽 所以瑞奇的死因 更可能是臭虫的幼崽出生所导致 没过多久 吉姆醒来 发现这个巨大的变异臭虫很难对付 但越是强大的怪物 越是逃离不了体大弱绝的定理 在吉姆对着臭虫的屁股猛烈攻击之后 巨型臭虫就彻底被打扁 这时突然地铁发车倒计时开始响起 错过地铁的朋友都知道 时间不多只有几分钟 一旦错过就只有等下一趟了 但这趟地铁可能是幻象式历史上 最后一班发出的地铁了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吉姆 振分夺秒地冲进地铁的车头 最后地铁发车 带着幸存的吉姆朝安全区驶去 感谢收看重返游戏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